今天被检察官控告的这位名嘴胡忠信 因为在政论节目当中爆料 指称国民党党政高层有一位X先生 也涉入灵异式贪毒案 还强调这个案件的震撼程度 会像长期原报一样 果然引起了各界高度的瞩目 不过到目前为止 大家都没有看到他拿出具体的证据 不只遭到新闻学者批评太不负责任 就连其他名嘴也很有意见 胡忠信日前在政论节目上指出 有党政高层X先生涉入灵异式弊案 并且强调自己有所本 但几天下来就是没看到他拿出证据 引起各界踏伐 自称专长是揭闭的前立委邱毅指出 名嘴如果没有媒体监督 可能就会随便爆料 如果有些名嘴 他只是每天晚上在摄影棚里出现 所以媒体也堵不到他 那你就缺乏了对名嘴的监督 监督监督力嘛 那这个名嘴到最后 他可以随便去爆啊 天马行空爆啊 对于外界的质疑 胡忠信不愿多做回应 只说会在适当的时机拿出证据 我要拿出来或不拿出来 我会做整个评估 但是我会在适当时机提出来 明嘴虽然有言论自由 但是爆料却没有提出明确证据 也被批评是不负责任的行为 传播学者认为政论节目 应该要协商自律规范 观众如果不满明嘴 没有根据的评论也可以去看 唐世哲教授也建议NCC 在未来可以考虑借由审兆的方式 回头要求电视台协商属于 政论节目的自律规范 记者 叶如凡 吴家宝台北报道